文章来源时代周报 现在的喀什跟90年代的深圳一样 人潮涌动 感觉所有人都在想着搞钱 夏夜晚风里广州老城破旧的香菜馆外 鸟哥很自然的把手搭在路边马沙拉第越野车上 车又不是他的 他的主业是板力收购商 每年工作时长只有一个秋季 剩下的时间用他的话说就是搞点事 那晚他深吸一口香烟 感叹说那个地方五千美金随手赚 马上他的思绪就回到了过去 他说的地方叫比什凯克 吉尔吉斯斯坦的首都 过去几年一直是中国玩家 转卖新能源汽车的目的地之一 故事源起于今年3月16日 鸟哥在水库边和一起搭帐篷的老友 聊着起他们有个共同的朋友 最终嫁给了一个吉尔吉斯斯坦的男人 那个男人最近在发愁如何弄到中国产的新能源车 网中亚卖新能源车这个事 很多想入局的人最担心的是车到了吉国 没人接应 根据当时市场的信息 他们直觉这是能赚钱值得一搞 那个下午鸟哥一直在打电话 了解市场 确定路线 敲定出关口案 他的朋友安哥 在那个下午也摇身一变 成了他的合伙人 几天之后鸟哥和安哥带着一个模糊的幻想 从广州出发 开始了一场前途未卜的悉行漫步 霍元霍元霍元 从2022年末开始 没有汽车产业的中亚邻国 忽然对中国产的新能源汽车 显现出巨大需求 方前传闻 只要有台车拉到比什凯克 或者杜尚别塔吉克斯坦等中亚国家的首都 就有人抢着药 究其根源 大抵是这几个国家属于皮油国 长期以来成品油进口 但电力资源充沛 因此 新能源汽车 对于当地富豪来说 长脸又省钱 于是 沉寂已久的传统思路 复归喧闹 在贸易商 中间人 岛爷等各方的努力下 新疆的两个海关口岸 很是热闹 从海关公布的数据来看 今年前两个月 喀什电动汽车出口金额 比去年同期涨了八倍多 霍尔果斯公路口岸数据显示 今年上半年 出口的商品车 突破7.5万辆 安哥的任务是找车 他的真实身份 是互联网销售端的大佬 对信息敏感又准确 经过筛选 他将进货车型锚定为 理想L9 这款车在彼时凯克最受欢迎 有案例国内售价接近40万 到那里卖80多万 安哥说 但第一个问题来了 理想汽车在新疆 仅在乌鲁木齐 有一家直营店 距离喀什大约1500公里 而且理想销售方式 和特斯拉一样 网上下单预定 然后根据产能排期提车 根据2023年的市场信息 L9的提车周期 大概是一到两个月 人类是规则的制定者 也是潜规则的创造者 安哥找到了在座汽车资源 整合的中介 对方找到了一个 此前订了车 但提车时又反悔的车主 安哥果断支付了2000元定金 锁定车员 那段时期 车到手了就是钱 守规则 就是看着钱 从指尖溜走 他们甚至都懒得考虑 那个人是不是专门 以转卖订单来赚钱 总之 锁定了车员之后 两人便奔赴乌鲁木齐 那一天是3月25日 他们搭好帐篷之后的第九天 这九天 鸟哥的任务 是找到倒车链条中提供资质 愿意帮他们走流程的企业 比如有些处理进出口 有些金融公司 负责国际结算 还有跨境物流等等 结果 当他们带着一线大城市的 生活节奏和效率 抵达乌鲁木齐的时候 发现自己在当地 有些格格不入 他们几乎花了一周 才把中介的买车指标 弄到自己名下 到了30日 赶到交付中心 工作人员说 不要急 车子还在路上 可实际上 鸟哥的车就在停车场里 不过是因为周六 是休息日 这里的节奏不一样 可不像你们城里 有人跟鸟哥这么说 钱中究是有诱惑力的 那天下午六点 鸟哥和安哥顺利提完车 不到两分钟 板车司机的一个电话 打到鸟哥手里 剩下的就是装车 然后前往1500公里 之外的喀什 波米诺骨牌 看到I-9开出交付中心 这两个伙伴 从乌鲁木齐飞到喀什 按鸟哥预想 只要在酒店里睡上一觉 他的I-9就能出现在 口岸附近约定的车场卸货 接着就是报关 出关 收钱 他们在水库边 就是这么想的 但3月30日晚上 乌鲁木齐大暴雨 通往喀什的高速峰路 板车困在路上 急电视车运道 正好赶上4月初的清明假期 结局也是等 两人索性就在喀什 展开了一场City Walk 鸟哥发现 这座边疆城市 在如今现代化的加持下 新能源汽车 成为现代语境下的特产 因为卖车能赚钱 所以全国各地 想赚钱的人都涌到这里 这里一片欣欣向荣 甚至连卡拉OK厅都不够用了 但他隐隐地发现 全国倒爷 都开始在这个领域赚钱的时候 就会出现那些 手握大量资金的人 他们哪怕不赚钱 也要抢占市场份额 当时我们去的时候就发现 有人仰仗资本的优势 再卷利润 就跟现在互联网企业卖货一样 但对于长期生活在这里的 喀世人来说 原本的生活模式已经被打破 就连他们长去的小管子 也挤满了陌生的面孔 与其说 他们是被新模式 打破了生活方式 倒不如 说在外来人眼里 当地人恪守了数百年的生活习惯 正在被改变 鸟哥回忆说 当地年轻人 亚异于这样的生财之道 也表达想要到沿海打工的想法 面对这个问题 他有点不解 我们在追求他们的田径与满足 他们却向往城市的奔波 人究竟为了什么而活 伤春悲休的情绪只在一瞬 那台理想L90俩人 垫进去的多年积蓄 这不由的他们分心 清明假期一过 鸟哥就赶紧去给车上牌 这是汽车跨国交易的一道重要环节 相当于车从经销商手里 必须转到了个人名下上牌 但要出关的话 个人身份无法完成 所以需要将车挂到一家进出口公司的名下 架空车辆的身份 以裸车形式报关通关 等到了吉尔吉斯斯坦 又需要先落到当地公司的名下 再顾护到购车人处 可当他办理上牌手续时候 却被告知缺了两样进出口公司 需要出具的纸质材料 而中间商在这时显示出自己的实力 在他们又交了一笔额外的费用 之后三天 一切的问题都解决了 4月10日 L9具备了所有条件准备过关 鸟哥和安哥盘算着 车子没问题 车辆手续也都已经准备妥贴 于是便一起返回广州 等着那个素未谋面的 吉尔吉斯斯坦的朋友接手 然后坐等收钱 可当他回到广州的时候 匪夷所思的问题开始像鞭炮一样 一个接着一个的炸开 第一个是国际物流公司的老板 比英勇的发货时间晚了一天 这导致彼时凯克的买家 按照约定时间和地点交易的时候 扑空了 买家一气之下 说先去出个差 回头再交易 鸟哥前后解释了半个月 等到客户再次按照约定时间来提车的时候 随车的清关单距又神秘消失 清关单距对于出口的汽车来说 就像身份证一样 不办的话要去交付中心 4S店 一切都要重来一次 否则在吉尔吉斯斯坦 价值80万的车 也只是黑户 无法上牌 弱户 甚至被查扣 至今想来 鸟哥都不知道这些所谓的清关单距到底去了哪里 为了这套手续 鸟哥找到物流公司 有人家告诉他 可能是卸车的时候 有其他的车商误取了资料 也可能是他们的车被做了一个局 收了十几年版例的鸟哥 在生意场上并不是菜鸟 他理了一下思路 决定再次联系海关 想着通过海关 重新获取电子版资料 就能重新在彼时凯克申请清关资料 果然彼时凯克的海关有电子备份 也有明码标价 给了500美金 车的手续办出来了 这份资料是否真的丢失过 鸟哥说是罗生门 他逐渐意识到 所谓翻倍的暴力 只是一个大而笼统 谁也不想丢脸的说辞 实际情况是 倒车链条上的每一个环节 车辆采购的加价 运输 保险清关等手续费用 国际运输费用 还有那些晦涩 不为人道的成本 车和手续 全都在别人手里 个体岛爷遇到问题 只能用钱解决 于是每经过一个环节 他们的利润就少一点 总统候选人 当一切准备妥当 就在鸟哥 等待客户再次提车的时间里 帮忙联系买家的 吉尔吉斯斯坦老友消失了 在这之前 他们一直通过 老友与卖家联系 这一次 赖的老友很多闪 不是不回消息 就是说 孩子从楼上掉下来 要去医院陪护 提车日期 一再延后 这个时候 鸟哥和安哥 已经砸了40多万元现钞 只到手了 大约20万元 3万美元的预付款 他们意识到 一切都不是老友嘴里 说的那么简单 他们辗转找了 吉尔吉斯斯坦的 其他朋友 帮忙打听 最后发现 老友 其实收了买家的全款 给了3万美元的预付款之后 剩下的3万多 含介绍费 美元在他手里 变得焦躁不安 这让他萌生了一个想法 如果这3万美元 能在赌场里翻倍的话 那自己就能白挣3万美元 他写好了故事的开头 但结果将3万多美元 输得血本无归 于是才有了孩子 从楼上掉下来的荒诞戏码 这个时候 吴宇的鸟哥和安哥 已经打算寻找新的买家了 这意味着 他们可以吞掉 那3万美元的预付款 但良性如耿在喉 他们心里有些不忍 于是 他们决定直接联系买家 开诚布公地说 车在彼时凯克了 付了尾款就能提走 如果不付 那之前的预付款 也不会退 这一招奏效了 对方除了愿意 再支付一笔尾款 还不经意地透露出 自己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 参加过2023年 吉尔吉斯总统选举 且在最终投票中 位列第三 这个信息 印证了当时互联网上 很多的传闻 在东亚 买中国高级新能源车的 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至于那位 三万多美元的 劳勇鸟哥说 那人都参加总统竞选了 难道还搞不定 一个车贩子 5月20日 搭帐篷之后的两个月 鸟哥和安哥 终于完成 自己的第一笔跨国生意 他还记得 那个参加总统竞选的人 告诉他 以后要是在 吉尔吉斯 遇到什么事情 他可以帮忙摆平 鸟哥甚至在朋友圈里炫耀 做不成生意 就做朋友 这一次的朋友 是总统候选人 从400万到1万多 其实一开始 他们只是想在 第一单跨国贸易里 了解线路 熟悉流程 虽然没想过 第一单就赚大钱 但想着假设40万的车 按照退税和差价 逃去成本 如果一个月卖一台 就能赚至少4万 也就是说 40万的本金 经过10个月的反复交易 就能赚到40万 你想想 如果我们通过贷款抵押 每个月能走 10辆价值40万的车的话 是不是10个月 就能赚400万 当初他们搭帐篷的时候 就是这么算的 但这台L9 从三月末 乌鲁木齐落地 到最后货款到账 用了差不多90天 比预设的15天 多了两个半月 除了他们 遇到诸如排期 暴雨 假期 延迟发货 老友 携款赌博之外的其余 他们还因为 帮他们办理退税公司的 所在地的退税周期问题 让他们等待退税到账 多等了一个月 细算下来 车的实际成交价格是 6.4万美金 按当时汇率 大概折合45万人民币 刨去各项成本 利润不到4万元人民币 这其中大头 竟然是退税的钱 鸟哥开玩笑地说 三个月来 每个人只赚一了万多块钱 如果只靠卖车的差价 连运费都覆盖不了 实际上 要是年初没有买随心飞 他们这三个月 或许连一万元也赚不到 毕竟对于广州而言 机票是开销大头 加上时速 接待的两万多 以及雇佣了八家公司 办理手续和走账 扣掉这些费用 以及频繁发生的意外 利润不尽人意 除了政策和各种中间商 同时 涌入喀什的岛爷变多 卷价格成了常态 所以到手的利润所剩无几 说到底 不是这门生意不好 而岛爷的门槛 越来越高了 鸟哥和安哥只有三十多岁 他们曾以为 在互联网上 已经掌握了 这个世界大部分的信息 实际上 这一趟下来 他知道 互联网所制造的财富幻梦 都会被现实 一一击嘴 视线回到那间香菜馆 三寻酒过后 鸟哥说 最近接到一个订单 对方要两辆理想L9 直接运到莫斯科 他在犹豫 利润肯定是有的 但在俄罗斯这个地界上 货币怎么带回来 是个问题 鸟哥和安哥 将他们的发展定义为 是一个意外的结果 人们在这里跳起舞 他们的脚步声 是进入喧嚣的鼓点 当退税的红利散去 谁也不知道 这里是否会复归平静 鸟哥说 复盘这件事很容易 因为人们都有上帝视角 但实际上 每次出现新问题的时候 谁也不知道 之后会发生什么 这样的人生经历 一次就够了 这件事都知道了 一件事就会不会有所臣的 就会发生了 这件事就会发生了 这件事就会发生了 这件事就会发生了